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赵莫 赵莫 来了来了 赵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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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真的 你长得挺漂亮的 挺聪明的 能不能用在正地上 你说你干嘛老干这种事情 你还会什么呀 你还会打 你 对呀 你怎么那么会打呀 好 我们今天不说打的事 说吧 你都干了些什么 还记得吗 为什么 你 你你你你坐 坐 坐下说 坐下说 别拒着 坐下说 坐下说 来 行 说吧 你让我说什么 我说什么呀 你疯疯火的进来 把我数落了一番 你让我说什么呀 我现在拜托你给我说清楚 我 我承认我昨天 确实喝多了 但是我 我也不至于做出什么 太过分的事了吧 没有 这个真没有 你 你别 你 你 你除了吐了我一身以外 我真的什么都没有 但是我不介意 没关系 没想到 想象力真丰富 这儿都能想到 所以没用到正地上 我提醒你 行了吗 承川集团 去过吧 吴董事长 见过了吧 我是不是告诉过你 不要去 不要去 你为什么拿我的话 当耳边风 说呀 说不出来了吗 首先 对不起 好吗 我昨天呢 跟沈书记说过了 但是沈书记他 跟沈书记有关系 演员 你 演员 对呀 你长得挺漂亮 为什么不去演戏啊 演戏会很有前途的 真的 看什么 还在演你看不懂是吧 不是能好好说话吗 能吗 演你听不懂 可以 没问题 我帮你捋掉 你有目的 知道为什么吗 潘东军 从他开始 创演员 你让他去做的 你明知道他不会 他干不了 你还要让他去做 为什么 因为我 我是他哥们 我不可能看着哥们 袖手旁观 对吧 于是我下水了 接着 我后面的财团进来了 成川集团 所以你利用我 招商印子 没错吧 李波罗 干嘛 会联想 真的太会联想了 你不去做编剧都可惜了 我告诉你 我承认 我跟沈书记去成川集团 是有点贸然了 但是我们跟吴董的秘书联系好了 你知道吗 吴董的秘书胡小姐 打电话给我问你的情况 然后我顺便就说了创业员的情况 事情就是这样的 然后胡秘书跟我 编 胡秘书 胡编 我没编 胡秘书跟我 胡编 你还让不让我说 让不让我说 胡秘书 对 胡秘书跟我说 只要有好的招商项目 就可以去找吴董谈 事情就是这样的 根本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漂亮 完美 但就差那么一点点 就天衣无缝了 那一点点就是因为 我是我妈的亲儿子 她真是我亲妈 要不是的话 我可真被你忽悠了 我先给你补习一下吧 我妈妈这辈子 就没用过什么 女秘书和女助理 一个都没有 好 第二 你这小伎俩收起来吧 真的 那是老江 你以为他是谁啊 跟他谈事 跟他谈条件 你要先了解他 我帮你了解他 他恨不得我在这边一事无成 他怎么能给我这边投资呢 投什么 还有啊 拿我当诱饵 拿我当敲门砖 我没有价值了 但是你在我心里 真的已经被我看不起了 再见 我要你瞧得起啊 我要你瞧得起啊 胡秘书是男的 要不我做一期 旧爱与新欢的专栏吧 对 当新欢遇上旧爱 狭路相逢 勇者胜 对不对啊 感觉不对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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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编 你觉得哪儿不对啊 说哪儿了 当男人的旧爱啊 遇到新欢 狭路相逢勇者胜啊 怎么不对啊 我是说情敌之间的沟通模式 决定了胜败的方向 这个狭路相逢不是勇者胜 而是智者胜 智者 要不怎么说你是主编呢 勇者胜那是说男人的 女人的斗争都是斗脑子 太对了 对 这一期的专栏就叫做 当男人的旧爱遇到新欢 狭路相逢智者胜喽 挺好 你利用我招商银子 好 智叔 那个贷款批下来了吗 应该快了吧 那我就放心了 这大家都等着呢 东俊 你坐一下 我跟你说点事 您说 东俊 你觉得用创业园做农超对接的大平台 你觉得这个好吗 其实我觉得真的挺好的 我之前呢只想到了要承包整个创业园 但是具体操作上只是想引用秋云招商引资的模式 但是我现在想想如果农超对接能够成功的话 可能真是咱们最有效最快的方法 波罗的想法挺好 还是这家伙脑子转得快 其实农超对接是挺好的 但现在问题是 智叔 您不是一直都挺支持创业园的吗 怎么现在开始犹豫了呢 我 我不是说李波罗的这个想法不好啊 我只是觉得农超对接可能会有很大的难度 你也知道本来我们贷款就很 不是很容易 然后现在他又突然提出来要农超对接可能 智叔 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问啊 您跟波罗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我跟他之前能有什么误会啊 你也知道他这个人爱自以为是 从来都不跟我们 真是好啊 怎么样吗 兄弟 可以吧 从这边 从这边 到那儿 这边 到那儿 还有刚刚我们一路走过来 全是 这么大呀 怎么样 我都说嘛 这个创业园我们已经整个都承包下来了 你来干什么 你不是不打算跟我们一起创业吗 我来观摩观摩还不行吗 那 我是不见兔子不撒婴 你们这事要真能搞成了 我就跟你们一起干 用不齐 你看 就是把咱全首都的 所有的大型招式过来对接 都够了 真的 那是咋来的 那在这儿多少钱 全民我叫你们一起创业 王经理 王经理 差不多就到这儿了 前面就不是了 这一片 全是我们的地方 好吧 开火了 那 农超对接 给我们点支持 靠您了 那是必须的 波罗 农超对接 这个先议的手续 你们要办一下呢 办好了 办好了 那些策划书 规划书 已经做好了 给你超市送一份 我让他 他给你送回去 好吧 你也给我提点意见 是这样 你赶紧啊 这个办一个农超对接啊 之前要成立个公司 或者合作社 对吧 这可以 基本的资质 还有你们这个 这个储备的一些设备啊 一定要先硬的逐步到位吧 其他都好吧 关键就是这个 基本资质 还有 注册资金嘛 这要 三百万 三百万足够了 等我等我 你刚说什么 我发音听不太轻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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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万吧 三百万 对啊 我 我 我 怎么 这么大创业都搞下来了 三百万损资金拿不下来啊 没有 我没有这么说 对啊 可以啊 就是可以啊 可以啊 我给你眼神好像是 没有啊 没有信心啊 没有啊 可以啊 可以啊 三百万呢 三百万 不是 上次我跟你说那个 跑山机进超市那个事情 还没给我答复呢 什么 神机啊 神机 对对对 跑山机 跑山机 进超市 进我超市卖了 弄好了弄好了弄好 我在扩大规模呢 到时候这规模一扩大好了以后 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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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 那好呢 好呢 好呢 这个没问题啊 但是 来来来 好了 能拿你吗呢 三百万太多了 三百万太多了 你看 我算了吧 御书啊 仓储啊 卫生简易啊 对吧 基本之质啊 那个 仓武宝马车都开上了 三百万拿不出来啊 还敢笑话 可以啊 对吧 行了 我对你要有信心啊 哪去找三百万开公司啊 李波罗不是害我们吗 要知道这样 就应该跟潘律师签风险合同 我推出 你们都别着急行吗 我 要是王力在的话 他也会推出的 你又不是王力 你怎么知道他 能不能先别着急 我们想想办法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倩倩 你爸妈最近能回来吗 最近啊 我没有听我妈说 不过阿姨 你找我爸妈什么事啊 还不是你跟波罗的事 我想定下来 不想再拖了 可是阿姨 波罗最近挺忙的呀 倩倩 你们俩先把婚定了 这个我早就想好了 只是因为前一段时间 有秋云这档子事 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 可是现在事情 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波罗已经稳定了 已经走出阴影了 你说呢 我倒不是在意这些事情 我只是 怎么了 这段时间 波罗不是挺听你的话吗 其实最近发生了挺多事情的 我只是不想您再为了工作以外的事情操心了 波罗满数的事我听胡秘书说了 不过阿姨 我怎么还听胡秘书说 他们村的村支书找您谈投资了 别提这事 一提这事我火就大 阿姨 这事肯定跟波罗没关系 我想应该是赵莫和沈书记自己的想法 怎么没关系啊 要不是波罗这沈书记和什么赵莫 能够熟门熟路找到我们集团去啊 不 阿姨 那您对赵莫有印象吗 赵莫 怎么了 他是波罗的领导 我听说这个人挺有想法的 没觉得有什么新的想法 谈来谈去 还不是秋云谈过的 招商引子那一套吗 倩倩 您跟波罗要是能把婚定下来 我跟你叔叔 也就没有什么可操心的事了 吴秘书 这个 你能不能啊 把这个波罗的创意员的这个投资方案 还给别的董事去看看 是吧 说不定有人愿意投资呢 李老师 这公司的投资方案 一定得通过董事会 不管给谁看 我总肯定知道 这样不行 你说这男人没私房钱还真是不行啊 想支持波罗干点事 你这这么难 李老师 你弄明月上的钱 我总他肯定知道 你还知道 吴总的私房钱藏哪儿啊 吴总还用藏私房钱呢 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 你别动他心里有数的钱 你动那些他暂时发现不了的 等他发现的 说不定波罗事业有成呢 这也说得过去啊 暂时发现不了的那是什么钱 李老师 我只能跟你说这么多 我是打着跟吴总办事的业务出来的 我不能当务台医 我得我得回去了 不是 我得回公司 我这正有事呢 你没有把我叫回来干嘛 不是要参观创业员吗 王毅 你不清楚情况 我早说什么来着 天上不会掉馅饼吧 现在好了 全都申请贷款了 那个什么王经理一来 就提出要三百万注册资金 三百万 我们哪儿去找三百万呢 那可是比我们创业员 五年的租金还要多得多呀 我都怀疑 你是不是和李从关 还有小米合伙套我吗 明知道我们刚开始 就不愿意跟着你整族创业员 李从关这才搞出来什么农超对接 来给我们画个饼 小米还趁热打铁的 请我们吃什么跑山鸡 现在饼是画得差不多了 又说农超对接不行 朋友 你说什么呢 谁套你了 是不是不明白 来 走 咱俩出去 咱俩出去说 那句话好好说 不是 你说清楚 我请你吃饭 我还错了是吗 我说两句啊 我跟你们发誓 波罗跟小米绝对没有那个意思 我也请你们四个放心 我之前沉默过 不管你们签为签风险合同 创业员所有资金的风险 我一个人承担 你有病吗 这个你也担那个你也担 你担得起吗 不就几十万吗 好处他们拿 风险你来担 凭什么 几十万说得轻巧 你们家有钱 那你来负担好了 我没意见 行了行了别说了 这不就解决这事了吗 钱进 是吧 你不是觉得这个贷款 特别危险吗 好啊 等我那批书卖了以后 我把那钱先还给你 然后拿点钱赶紧过 以后我这创业员所有的事情 跟你半毛钱关系没有 听懂了吗 就你那点胆量 回去接着读书吧 我还迈入社会 你以为你谁啊 不是 你那些数 我值那么多钱 跟你有关系吗 波罗 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容易 我们的贷款 现在不是大问题 大问题是那三百万 如果没有那三百万 我们怎么搞农潮对接啊 丁丁 三百万是我的事 搞那钱的问题我来解决 听懂了吗 干不干钱我都能找到 不用再说这话评论 就这样 来 波罗 你什么意思啊 波罗 你干吗你 波罗 是不是心情不好啊 没有没有没有 我让我自己待会儿了 走吧走吧 我看不惯他们 都不理解你 我过来就是想看看 有什么希望帮忙的 没事儿跟我聊 我说了别老碰我 好吗 算了 算了水 丁小丽他们根本就不懂 什么叫创业 什么叫创业啊 倒走寻常物 这才叫创业 也就是你能搞出名堂 其他人都白扯啊 吃书也是 放着你这颗潜力股不复吃 管他们干什么呀 一个可三小如鼠的 是吧 我对知书意见很大 你说我们每天都忙了忙去了 多辛苦啊 他倒好 还存有固定的时间约会 难道我们就得停着打高工什么 约会 约什么会 他这那叫女卫月急着容 没看他每天都打扮得漂亮亮的 不过他本来长得就漂亮 不对啊 他男朋友不是跟他分了吗 他劝一个人 他 爱跟任月跟沈月烦去 就他那样谁能咬他 你怎么那么关心他 你不许吃醋了吧 走走走 赶紧走吧 快快快快走吧 走吧 不过了 我还想跟你一起搞呢 搞什么 搞什么 你看那些数多好 一起搞 以后真的不要再跟我说这个字 好吗 注意一下 你看这平常 需要浇水 施肥 打农药 我都很赞行的 那一起干吧 也不要再跟我说这个字 行吗 好吗 注意一下你的言辞行不行 还有以后不要再穿这个颜色的衣服 还要用这样的扇子 懂吗 衣服不配你的人 人不配你的扇子 更不配你的发型 走吧 看什么 那我先先过去 快快快快 快快快 以后不要再跟我穿这件衣服和拿这个扇子 听见没有 难看死了快走吧你 知书啊 您千万别生菠萝的气 他可能也是因为不太了解这个浓超对接的相关程序 你 我觉得你们俩之间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怎么弄得跟敌人似的 波罗他一见你就跟受刺激了一样 知书 你现在不会也想打他一顿吧 我打他 我还怕脏了我的手呢 那个小米别乱说话 小女孩你别听他 对了 冬军我问你件事啊 那个 吴董的私人秘书 你认识胡秘书啊 他有几个胡秘书啊 他的秘书是男的吗 据我所知 阿姨就一个姓胡的秘书 阿姨是个工作狂 他的秘书助理全是男的 怎么可能 我记得上一次来找你那个张倩倩 他不是吴董的秘书吗 倩倩哪是阿姨的秘书你别闹了 那他是谁啊 他是 波罗的 那个女朋友 报纸都在里面了 谢谢 你们杂志社 都是专访时尚界跟娱乐界的人 这一次 怎么突然想专访一个春枝书呢 倩倩 你是不是瞒着我 有别的不可告人的目的 假借工作之名吧 怎么可能啊 不可能 那你倒是说道说道 要是说不通 这东西我可不给你了 好 现在不是有很多大学生毕业之后当村官吗 也有很多人觉得当村官没有出息 这个赵默才二十五岁 就从村官中脱颖而出了 成为了福林村的村之书 不 聪明又不落俗套 你敢说 这不是时尚杂志的亮点吗 那倒是 米波罗都抛弃了蜀多的繁华 好去当村官了 难怪你会关注这些 所以我们才要做一期这样的专访 你帮忙调查一下背景 我们杂志关注度高 读者八卦精神又强 万一这个赵默有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 那岂不是害了人家吗 果然啦 每个人都有秘密 给 要不是找你查一下背景 万一这个赵默关注度高了 被读者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 把情况传出去了 到时候才是有理都说不清呢 这些都是真的 这可是全国新闻 你以为我是什么 私家侦探吗 都过去两三年了 听说表现得还不错 谢谢啊 据我所知 阿姨就一个姓胡的秘书 阿姨是个工作狂 她的秘书重点全是男的 至少杂志 好 您好 请问您有什么事吗 您好 我想找一下张倩倩小姐 你找倩倩主编啊 她在见客户 她手机在我这儿不方便接听 需要我替您转告什么吗 不用了不用了 那我一会儿再打给她吧 谢谢啊 倩倩主编 她为什么要冒充吴董的秘书 给我打电话呢 她不是李波罗的女朋友吗 如果想知道李波罗的情况 问东军就行了 为什么要打给我呢 她又问我对李波罗有什么看法 奇怪啊 为什么要问我呢 难道她想知道我的情况 是书也在 嗯 嗯 嗯 对了 小小啊 你看见李波罗了吗 她 她守得她那些书做发财梦呢 小气鬼 都愿乐不如中愿乐 不加二头我是看得起她我 呦呦呦呦 这怎么了这是 啊 这么大火气 她搞不出什么名堂 别人创业靠的是本事 她不就是有张妈妈牌吗 拿钱砸谁不会呀 哎 可是我听说 我我听说她妈妈并不支持她创业 现在这些事都是她自己折腾出来的 志叔 我跟你说 志叔 我跟你说啊 其实李波罗就是打着 撑川鸡专的招牌骗人呢 你想啊 之子默若母 她妈都不敢给她偷钱 那说明李波罗根本就没什么本事 她也就是命好 生在这样的家庭 不过人总不能一辈子靠父母嘛 她离开了父母 那就是拔了毛豆鸡 飞不起来 哎呦 你这张嘴 志叔 我跟你说 我还听说李波罗家很那个 很哪个 李波罗的爸 在家简直就是一个床头罐 摆设 李波罗她妈是女强人 呼风唤雨 洒斗成冰 你想 哪个男人受得了这种老婆呀 我 我 要是我 我早就疯了 你怎么知道的 你别乱讲啊 我没乱说 谁不知道 咱们这儿地震前还叫梅林孙 那李波罗是被她妈发布里 再让她改造的 她要真想干一番事业 她妈是成川集团的董事长 干嘛抖她头 我要是有钱 我儿子干什么我都给她偷 她们不争馒头争口气 做样子也得给别人看看不是 志叔 你别误会啊 我还没结婚呢 可是我觉得 吴董也不像那样的人呀 总之一句话 李波罗家的男人他不顶事 李波罗的爸干了一辈子 还在中学当老师呢 结果她女儿 也就是李波罗她妹 那个什么钟 李明珠 在国外换了两三所大学 她没毕业 多失败啊 你说说 李波罗身上 能不集成那样失败的基因吗 不是 小贾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多呀 知己知彼 这是混社会的学问 得靠自己揣摩 你要是摸不准啊 说不定就得罪一个未来的巴菲特 或者错失一个比尔盖茨 那损失可就大了 那你揣摩揣摩我呗 你觉得我像是那种人 知录 你又年轻又漂亮又能干 谁不喜欢呢 你这张嘴啊 我真拿你没办法 那我就再把刮一下啊 李波罗的女朋友 是不是叫张倩倩啊 倩倩周边 那我太熟了 她是李波罗的前任女友 兼现任女友 那既有可能还是未来女友 这什么逻辑 这之前不是还有一个秋云书记吗 提起秋云书记那真是可惜啊 你说她怎么能看上李波罗这种人呢 她看上我也不能看上她 你说是不是 是 是是是是 其实你是挺好的 真的挺好的 行吧 快去忙吧 忙吧忙吧啊 小贾 虽然李波罗的嘴呢 比你还损了点 但是我觉得她这个人 倒是没有你说的那么差 如果她没有优点的话 那秋云怎么会看上她呢 对吧 直书 你她横桥竖桥你不识眼的 你怎么还替她说话 不是 我 我其实就是很客观地评价一下嘛 现在大家的这个创业精神都非常非常的高 你要不要也加入一下 直书你就别报喜不报忧了 你浓潮对接那三百万资金 你上哪弄去啊 肯定会有办法的 等到创业员的这个贷款批下来了 咱们就先解决这个大事 时间差不多了 那我就先走了啊 小春啊 你又一样会呀 你给我管住你这张嘴 别老什么都乱说 好 先生 以后有什么需要的话给我打电话 好的 一定一定 再见啊 是这样的 我想用我们家这个房子啊 办一个抵押贷款 是这样的 如果您要办理房屋抵押贷款 必须去房产交易所 办理一项他项权证 这么麻烦 我把房产证押你们这儿不就成了吗 这没那么简单 这需要一定的流程和手续 那要什么流程手续啊 很简单 比如说像您这种情况 您和您房屋联合署名人 带上相关资料 去提前预约就行了 那你的意思说就是 必须要两个人都到场是吧 这是当然的 联合署名人 你们共同享有房产的一切权利 抵押出售 都要经过双方的同意 否则一旦产生纠纷 房产交易所 是无法承担这样的责任的 那如果说我不想让对方知道 不不不认识 如果说对方公务繁忙 无法到场 那这个事怎么办 这很简单 您和您的联合署名人 一起去国家认可的公证机关 让他为您出示一份委托书 证明他委托您 进行这项房产交易就可以了 那不是还得俩人都到场 是的 那他还是知道贷款的事 您说什么 没事 行 谢谢啊 不谢 您慢走啊 好 这 这 我 干吗要干吗 那个我问你个事 你跟赵墨你们俩到底是 你帮我帮他 我谁也不帮 那你是支持我还是支持他 我帮你不帮亲 你老跟他你们俩叫什么呀 现在大家一个团队的对不对 你就拿今天这个这个农超对接 这资金的事来说吧 人家都给我讲了 说你 你听没听我说话 我下午约了倩倩喝点东西 一起吧 你约了他那那你们俩去呗 一起啊 那你们俩去吧 我就不去了 有矛盾 我跟他那有什么矛盾啊 那走吧 我真不去了 你去吧 你还去不去 不是 你等一下 怎么了 你 你找他你要干吗呀 我干吗 喝点东西 许许就位 你找他不是要这个农超对接 那资金的事吧 我跟你说你 你不能为人家要钱啊 人家父母在国外 一个女孩在国内 挺不容易的 再说了你一找他 我不要 我不要好吗 我不是要饭的 行了吗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的意思说你要是找了他 肯定是有求必应 你要相信他的处境 这张卡是之前欠倩给我的 为了帮我用的 但是里面一分钱我没有用过 买树苗子钱用的是 我跟我妈的联名卡 仗我妈记着呢 钱的事我自己解决 你甭管 这张卡 这张卡 你帮我还给倩倩 不是 那我还也不合适啊 人家把钱给的你 你还呗 李波罗 莫莫 莫莫你来了 爸 你最近身体怎么样 很好 莫莫 好 以后不用每个月都来看我了 我知道你忙 你就忙你的去吧 没事爸 我不忙 真的不忙 对了 前两天我去给奶奶 还有我妈去扫墓去了 我告诉他们咱们俩都很好 您就放心吧 好 你现在年纪也不小了 有合适的 那找一个 别光忙着工作 有个人照顾你啊 我也就放心了 好不好 我知道了 你到底有没有啊 没有爸 我要是有的话 能不告诉您吗 有了以后一定得告诉我 好 行 我知道了 好 你现在年纪也不小了 有合适的 那找一个 别光忙着工作 有个人照顾你啊 我也就放心了 好不好 怎么样 好啊大哥 你那个项目特别棒 怎么好 怎么棒 很漂亮啊大哥 怎么漂亮啊 就是 你头吗 大哥 那个项目三五年才见回报呢 花有重开日人物再少年啊大哥 好 够直接 我特意书的股门呢大哥 这我学历高过你 还一屁股 大哥 怎么样 你头还是 是 不用说了 对了 你是不是要买我的小菠萝啊 我的机器人 我现在把专利卖给你啊 好不好 三百万 我把它当儿子一样的看待 求你了 大哥 买了吧 此 此意识非 非 非比意识 什么非 非 非 非比意识啊 当初我想买的时候吧 你那机器人 真是一个新鲜玩意儿 但是 你也知道 现在日本已经出智能三代了 对吧 所以 花三百万 买一个过时的机器人 那我老爸 一定把你打得跟那个机器人一样 是不是啊 对 大哥 你懂 我懂你个头啊 我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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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当儿子一样 知不知道 不买就算了 还侮辱我 你们三个 平时的时候跟我称兄道弟的 还什么出生入死 每次比赛的时候 是不是都是我冲在第一个 我去送死啊 你们三个在干吗 拍照的时候你们三个 拿奖杯的时候你们三个 你也抱着奖杯最多 谈事业的时候有谁帮过我 帮过我吗 大哥 妈 我们够兄弟了 之前不是投了吗 崩崩崩崩 对啊 怎么着回来大哥 当然了 兄弟之间不谈钱 谈钱容易伤感情嘛 对不对 之前那钱不用算了 什么啊 他说的 谈钱商感情啊 怎么了 怎么样 有意见 是投还是不投 还是怎么样 说句话 想赞助啊 什么 你在这儿挨半天挨什么呢 你想说什么 对对对 你要说什么呀 我是想说 我爸他们公司的洋酒 想要找你代言 你再说一遍 我爸他们公司的洋酒 想要找你代言 找我代言 找我代言 你爸疯了 没有啊 没有啊 那我疯了 不是 我爸说你长得很帅啊 对吧 大哥很帅啊 不过这个倒是实实 这个没有办法 这个你这都是 这个没办法 大家都看得见 过来 坐过来 过来 рать言费多少 我都说了嘛 兄弟之前不想坦钱吗 代言 那你说 난 坦钱深感情吗 好 坦 三百万 倩倩 好 一会见 看什么 看人家迪森 看什么 艾伦 皮特 给你们一个星期的时间 考虑要是投资还是赞助 有没有第三项啊大哥 投资啊 好 学学人家迪森 我 大爷的吧 听见没有 拿什么 弄弄脑子 等个门座 你 你哪儿 你这 你这 你到你前走 你们俩头不就完了吗 开玩笑了吧 是他爸吗 太邪乎了眼儿 是他爸爸 你怎么知道 每次遇见你 心就难以平静 时刻回想着和你在一起 轻易走下去 不知是何结局 还是希望一直陪着你 爱让人欢笑 也会让人哭泣 我会很珍惜所有点点滴滴 有多少开心 就有多少痛苦回忆 时间把一切都变成过去 爱像烟花 称卖 给放是多灿烂 绘放是多灿烂 雀想流星 消失再转瞬间 对你的爱在心中悄悄沉淀 能不能留下回忆偏短 爱像年华绽放时飞满前 落在心底是深深的眷恋 这份真气就如此轻易了断 只留下回忆和我还有时间 这份真气难道就这样了断 我和你还能不能回到 从前 我和你还能不能回到